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Bruce 又到我們驗房的時候了 有一段時間沒有PO影片上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今天驗房 發現到了一些問題 可以看得到我們今天驗的一套 房子在海南大北邊 靠近Swannee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屋頂 你看到它這個有幾層 一層、兩層、三層 三層多 可能有到四層 所以你看到這個這麼厚的屋頂 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在亞特蘭大 你的這個屋頂 通常最多最多最多只能貼兩層 那像這樣子的屋頂的話 你如果貼了太多層的話 會代表什麼 就是會讓你的屋頂的沉重 有點負荷不了 而且像這種 立體型的architecture shingle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它這邊有很多波浪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貼了太多層了 所以的話呢 你的這個屋頂 就會怎麼說呢 不平整 不平整的話呢 水就容易亂竄 會容易卡水 所以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個屋頂都是有一些 波紋狀的齁 洗洗浮浮浮洗洗浮浮浮的 它貼得太厚 而且呢你看它的這個 對它的屋頂的話 其實很傷喔 另外我們再拉近一點看看 你看看它的這個 pipe cover 它也沒有這個固定好 這個風一吹就很容易把它給 吹 吹起來 就容易露水露進來 包括你看邊邊的這種 這個 有瓦片啊 你都翹起來 另外你看 这个很直观嘛 旁边有 邻居的大树 已经 长时间会有一些阴影 在你的屋林上面 会造成你看 你的屋林上面会长一些 Molus 这些青苔啊 这些青苔的话呢 它长时间湿的 保持湿润 那对你的屋林 其实也很伤 这个 也容易会有漏水 发霉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 宴房的时候呢 你的屋顶的话 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第一个 你的屋顶 它的年份 那有的时候人家 为了装修屋顶呢 它为了要省人工 它就不拆 它就直接贴一枝上去 那像这种 Agritature Tingle的话 要贴两层的话 就很容易起伏 更何况这个房子 它贴了那么多层 那大家这个 今天刚好有一个案例 跟大家说一下 那我是Bruce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